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故事听起来这个问题这个问话就很惨 他包括了两个部分 一个呢就是他本来是有两个女儿的 两个女儿都与他没有联系 他离了婚以后他就是单身一人 什么什么都没有了 在我认识他的时候呢 他49岁 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 他的妹妹 他一共三个妹妹 他的妹妹告诉他 他的大女儿有一封信寄给他 但是退了回去 这个他的大女儿就觉得很奇怪 让他的妈妈开着车去问这个她的那个姑爹姑妈吧 大概应该叫叫沈妈 叔叔沈沈沈 问为什么这封信给退了回来 因为他50岁生日吗 结果呢 那她的这个沈妈呢就告诉这个燕的女儿说呢 她搬了家 那搬了家这个倒是很可以理解性退回来了 但是呢 又告诉他他现在有了个女朋友 这个女朋友呢是个中国人 好了这个当中就有一点问题了 他离婚四年半 交女朋友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了 但是因为交的一个中国人 他们就再也没有信了 他那封信寄了退了回去 打听到了这些消息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那么结婚以后呢 这个其实呢 我是知道这个应呢 一直是很失恋他的两个女儿 他曾经要求见女儿 但是他的前妻告诉他 两个女儿不愿意见他 他们拒绝见他 所以呢 他也没有办法 当然这个故事已经是后来的了 我只是把这种内容呢 集中到一起来 便于叙述 我们 我不是前面讲了吗 因为他愿意娶我 愿意养我和我的女儿 因为他的工资 他是一个加油站的经理 所以我就没有养了 实业金了 也没有单身母亲辅助了 他呢 还是愿意娶我 那我就想尽 想尽办法 凑了钱 给他买了个加油站 让他当老板 在这个 最后呢 这个生意 做完以后 就是我卖掉以后 这个应呢 就跟我说 他说 我想打电话 给我的两个女儿 我就说好啊 当然应该了 因为那个时候 生意卖掉了 我呢 就实现他 小时候就有的梦 他七八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中国地图 他都没有看过 在哪一方 他都不知道 他给小朋友说 我长大了 要到中国去 但是他 我不是前面也说过 他其实 往上面数五代 是一个百分之百的 广东姓成的 这个男的 他的 他的祖母的 祖父 所以他小时候 七八岁 他就说 他要到中国 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很 很奇怪的 说法 但是到我们 卖掉了这个 生意之后 准备回中国 之前 他就告诉我 他要打电话 给他的女儿 我的心里 明白 因为他很多年 没有出过国 没有坐过飞机 他怕坐飞机 十四 那么他连 给他的女儿 说一句 我爱你 我爱你们的机会 都没有了 所以他告诉我 他要打电话 我说好啊好啊 我心里面知道 他想说什么 但是 我就鼓励他 后来呢 我问他 我说你打了吗 他说没有 我说为什么 那是因为 他得到一个消息 他的小女儿 有一天晚上 跨进了这个加油站 他那个时候不知道 他可能是进来 买一点 买一点口 买个口香糖啊 或者是买个饮料啊 反正他没有打油 他一跨进来 看到那个柜台后面 站的是他的父亲 他就马上跑了 离开了 所以呢 他就觉得 要是打电话 打给他们 可能一听是他 就挂电话了 那么他的心里 其实是很伤心 很伤心的 一直到他满六十岁 我前面说了 他满五十岁 后来满六十岁 他盼望他们会来 他以为他们会来 但是完全 完全没有影子 那天晚上 他那天中午 他喝了很多很多的酒 喝醉了 痛哭 守着我痛哭 我知道他内心的苦 他就是觉得 他没有女儿了 但是当他娶了我 他觉得 这里有个小女儿 所以他帮他做这样啊 做那样啊 他非常乐意 但是我的女儿 对他不好 冷着一张脸 那个时候 他读高 高 高 一下 到澳大利亚之后 他读高 一下 每一天三点钟 一人就去接他 从早上送他上学 下午三点钟 开车 把他接回家 然后自己再去上班 但是这个 我的女儿 都是把脸 那个柳星啊 都是把脸 这个绑住 问他个什么话 他是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了 今天上课好吗 好 老师怎么样 好 同学怎么样 好 全就是这么简单的 有一次 一人觉得 他可能 跟一人没什么话 那就把我接去 也一起去接他 路上也是没有话 当然后来 我打听出来 他就不想 应对他好 他觉得 应对他越好 他心里面 越有负罪感 他觉得 对不起 他自己的父亲 所以呢 应在他的身上 受很多的气 帮他做这样 做那样 有一次 后来呢 我就问 问女儿 我说 你怎么每天放学 都不高兴 他说 班上 很多都是台湾和大陆来的 因为那个地区 那个时候 我们住的那个地区呢 是个富人区 所以这个学校里面 很多都是有钱人 这个 他说 他们那些人 每个孩子 都有一个精致点 那个精致点 其实就是一台小电脑 那个时候 很早 他没有 那个几个 同年级的班 考题 是一样的 考试的时间 不一样 这些孩子呢 人家一考 就赶快去把题目 都找来了 输入电脑 答案也有了 考的结果 人家考得很好 因为他们早就知道 题目了 他们有精致点 在那里查 这个 有心呢 他没有 所以他的成绩 是真实的成绩 老师表扬呢 就表扬那些 做假的孩子 他回来就告诉我 怎么怎么 他不高兴 我就觉得这样的学校不行 所以呢 就想办法 我就找了 找了一二十个学校 在电话本上 然后写信 要求他们能不能收 收这个女儿 最后呢 选中了一个 是一个 一个私立女中 好了 那个业呢 就开车 把我们送到门口 他说你们自己去 比较 比较 可能会比较好效果 好了 是校长和副校长 亲自面试 一看他的成绩 再找 他是莫尔本大学 副中 回到大陆 他是四川外语学院 副中 这一次 在这个 在这个公立学校 我们住的地区的 公立学校 成绩都很好 所以他们就赶快收了 而且给他奖学金 那我一听呢 一年只交五千块 我就问这个校长 和副校长 我说他要是在班上的 层级第一 可不可以进一步的免费 拿到更高的奖学金 好了 这个校长说不行了 这就是给他最高的了 所以呢 女儿就进了 这个私立女中 那在莫尔本也是比较好的 学费交的 免了之后只交五千块 那是很好的 上课的第一天一回家 女儿就说 妈妈 你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他说 这里的老师讲课非常好 而且呢 学生也非常用功 他说 他就开始高兴起来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 我说星星 你写信给你爸爸 跟他说 你现在进了一个私立女中 让他也付一点学费 好了 背后呢 那个Ian就跟我说 他说Helen 他说 我们来付他的学费吧 你不要去问他的爸爸要钱 我的心里想 我知道他会怎么回答 我就是要他亮一亮相 所以呢 他回信来了 他说 妖雷 他叫女儿 就是叫妖儿 非常非常的甜蜜 他说 这个 没有必要去读私立学校 你看看世界上那些领袖啊 伟大的人物啊 那些有钱的商人呢 很多都是从公立学校毕业出来的 哪里需要花这么多钱 去读私立学校 什么什么的 这就是我早就知道 会有这个答案 好了 就这样 心儿 刘星儿读了一年 他上学不久 有一天 接了个电话 过去是没有电话的 现在那就说明他有朋友了 他接了一个电话 然后呢 他就转过身问我 他说妈妈 他说有一个同学 他问我一道物理题 我应不应该告诉他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 我说当然应该告诉了 你懂得 你知道该怎么解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我说这个问题提的很奇怪 为什么 哦 他说我是班上的第一名 他是班上的第二名 假如我告诉了他 他变成第一名 怎么办 我说他变成第一名 你就追呀 然后你追过超过他 你又成了第一名 他又来追你 我说不是你们两个 你追我感的就提高了吗 这就是他在这个学校里面 唯一的一个同学 叫Yuri 他是南韩来的留学生 在这个私立女中呢 从幼儿园学前班 小学初中高中 好了 这些孩子从那么小的年纪 就是一个班的 然后升上来 升上来 升上来 升到了高二年级 他们已经抱成一团 新的孩子很难打进去 所以这个柳欣呢 他觉得没有朋友 他的唯一的朋友 就是Yuri 好了 他经常啊 半夜三更的 因为我的睡眠是不能干扰的 一干扰那个发起皮起来 他们两个都很害怕的 所以呢 他就躲在这个角落里面 我听到一点嗡嗡声 起来抓人 结果他在角落里面 角落里面跟那个南韩Yuri 这两个聊天 好了 我就知道 他在感情上 就这一个 后来呢 在高山上 刚刚开学几天 我真的要感谢上帝 我这辈子 这一辈子 有这个女儿开始 从小到大 她那个时候 已经是17岁 快满 已经快满17岁了 我从来没有去管过她 比如 你为什么不起床啊 你要迟到了 你的功课完成的怎么样啊 用不着 因为她自己知道 从七岁开始 她已经非常能够管理自己了 没有必要去提醒她 她知道今天可以睡懒觉 明天早上要早点起来 功课回到家里面 她把她做得好好的 我从来不费一句话 但是那一天早上 我一生当中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 去推开了她 她的门 为什么呢 我通常都是 那时候已经买了加油站了嘛 我结婚不到两个月 就买加油站 所以我都是九点钟之前 就匆匆忙忙的离开家里 去上班 但是呢 我吃了早饭 洗了碗 我把碗放到那个碗框里面 突然发现 头一个晚上 我买的红葡萄 那种很大的 颜色很深的 那种红葡萄 她最喜欢吃的 我头一天晚上 洗干净了 放在那里 没有碰 她喜欢吃 而且她睡得很晚 她都会早一点东西要吃的 怎么会今天她没有碰 好了 我就很本能的走到 走到她的房间门口 把门一推 她睡在那里 旁边第一个冲进我眼睛的 是我吃的安眠药 有一板二十五粒 没有冻过 但是全部抠出冻了 是新的 全部抠出了像开花子弹的 还有另外我剩的八粒 也是像开花子弹 一共三十三粒 全部是吃了 放在她的那个床头 旁边还有一罐 这个啤酒 很明显就是她要自杀 她自杀 哎呦 我就急得要命 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我就拼命的叫 拼命的叫 不断的叫她的名字 叫了十几二十遍 我也不知道我应该下一步做什么 结果我看到她动了一下 然后她就说 妈妈 你怎么也在这里 她的意思是 她应该到了阴间了 怎么妈妈也在阴间 她刚刚问我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就震了一下 我也糊涂了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是在哪里 我是不是也在阴间了 但是我一看 看到那个三粒开花子弹 在那个旁边 还有一罐啤酒 那个罐子 我就说 我说在哪里 你在自己家里 在你的床上 他叹了一口肠气 他说妈妈 我要我要上厕所 我就把她掺扑着上厕所 我就问她 我说刘欣啊 我说你干嘛要这样 她说妈妈 我不想活 我想死 你让我死吧 那那那我就把她扶回去 扶回去马上打电话给叶 我就我就说她 我说手术发生了什么什么 她说好 你现在马上烧开水 冲咖啡 越浓越好 我马上回来 很快就回来了 打了个电话 请人来看电 她就马上回来 回来以后 她一把走进她的房间 把她捞起来 像捞一把 一捆稻草一样 把她一抱抱到她那个手里面 我看出来 她既愤怒又悲伤 愤怒 因为她是个嫉妇啊 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要自杀 人家会想 你看你这个嫉妇不知道做了什么坏事 你的妓女要自杀 这种事发生在一个嫉妇的家里面 这不是她期望的 还有她很悲哀 你看她的两个亲生女儿不理她 看到了都跑掉 现在她这么爱这个妓女 而且每一次 这个有心介绍之后 都说这是我爸爸 她心里面特别舒服 现在她要自杀 而且求我们 让我死吧 我不想活了 所以她把她一下就架出来 架出房间 然后我冲了那个冲的咖啡很浓 差一点冷水 她就给她灌 那根本不是喝咖啡了 那就是灌热水袋了 灌瓶子了 那个满嘴铺一身都是那个水 我反正是拼命的 一杯又一杯的冲这个咖啡 这个印就一杯又一杯的给她灌 同时呢就架着她在那个厅里面 从这头走到那头 冻圈子 冻圈子 哎哟 那个平常 这个女儿的威风是很大的 她不想说话 她想说话 那大人特别是一人 我们都是排他马屁的 要命的 希望她开心 希望她赏脸 有的时候来一个电话 哎呀 我迟到啊 我这个巴士赶掉了一班 因为住到这个地方来之后呢 搬家搬到这里来之后 这个她必须是坐巴士 坐火车 然后坐电车去上学 所以呢 她电话一来说 巴士错错过了一班 那印和我都非常快乐的 赶快去 给她开车 把她开到这个火车站 拍她的马屁都来不及 可是今天那个印是很 很悲哀 很悲哀 很愤怒 这个这个 这个女儿说 哎呀 哎呀 我走不动啊 不行 你这样对我们 你不走也要走 很凶的 在平常 跟平常可能受气 要饶一点本 有点这个意思吧 然后呢 哎呀 我喝不下了 我喝不下了 不行 喝不下也要喝 就这样 我起码从我20杯以上的咖啡 她就给她不断的灌 就从这个房间 这头转到那头 这头转到那头 她的角度提不起来了 都已经软了往下 塌了 那个印把她架起来 架起来 你就看到一个大男人 一个小女孩子 在那个厅里面 不断的给 给灌咖啡 不断的给她 最后她就开始呕吐 好了 我就提着那个塑料桶 跟着他们三个人 这么一品牌 我跟着什么转 跟着她 她吐吐 吐到最后 吐到最后 那个胆直都吐出来了 什么东西都吐 吐完了 这个时候 这个印教我给她换衣服 换了衣服 然后再开车 开到医院 在路上呢 我的心里面很难过 这个时候 我嫁给她 一年零两个月 一年零两个月 就发生了三次 开车到医院 第一次 就是开门的那一天 我中风 半年以后 那是二月二十号中风 然后呢 八月下旬又中风 两次都是她送到医院急诊 这一次又是送到医院 一年零两个月 第三次 这一次是女儿要自杀 送到医院 我就问印 我说印 我说你娶了我 这么多的麻烦 现在又是女儿 要自杀 要送医院 你后不后悔 娶了我 她的脸色很严肃 她说 no never 她就是永远不 那在这一点上 她是非常坚定的 好了 另外快要到学校的时候 她就说 她说 每一个 每一个医院 sorry 我说错了 快要到医院的时候 她就说 每一个医院 都会派驻一些社会工作者 凡是像这一种 一个 一个 高山上的学生 要自杀 她说 那社会工作者 会 会对这个孩子 包括他的家长 进行了解 是怎么一个案子 而且会通知学校 她说 你准备 我们都会受到审问 好了 当然 在路上呢 女儿又不断的哀求 不断的哀求 你问她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 她根本说不出理由 她就是不想活 活着没有意思 好了 到了学校之后呢 就把我们两个分别 她马上就进了急证住院 然后呢 我们两个就分别的问 我们也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 这个加油站 买了这个加油站以后 我们两个是没日没夜 应就更不要说了 她每天早上 五点钟起床 六点钟开门 十二点钟关门 然后收拾这样 收拾那样回到家 最早也是十二点半过了 上床睡觉 一点钟 五点钟又起来 根本就不可能 对她有什么更多的了解 或者关怀呀 我也是 我早上九点钟起来 这个就到九点钟到店里面 下午五点钟回家做饭 做了饭又回到店里面 然后九点钟回家 都已经是整个两个人都卷入了这么一个 这个加油站像个像个 那简直是把我们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缴进去了 我们也说不出来 她本人也说不出来 我们也说不出来 好了 这一个自杀的 这个自杀的整个的 整个的案子呢 想起来就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孤独 你想 她每一天就一个人在家 早上 晚上 她都是一个人 周末也是一个人 假期什么节日 全部是一个人 她的心里面就觉得 现在她没有妈妈了 她以前 还有个妈妈 现在连妈妈也没有了 在大陆 她一跨出门 就是孩子 哎呦 一上了街 全都是人 她非常非常熟悉 人群 她非常非常适应 哪怕那些人一天到晚吵架打架 混穿马路乱钻乱供 她都熟悉 她从小就是这样的生活环境 她们就会变成了